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倘若火警警报响起 请遵守接下来的指令 请立刻将房间里所有的门窗关闭 请务必携带好您的个人物品 钥匙与房卡 离开前请关闭空调 立刻从房间撤离并将房门关上 请沿着绿色的指向标志走 只有消防员可以使用疏散电梯 请等待酒店服务员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当走廊发生火灾 酒店大楼的走廊发生火灾应如何应对 倘若您注意到走廊发生火灾或者出现烟雾 应立刻将房门关上 请务关锁 先打电话给前台 然后拨打112 通报现场的情况 这是紧急线路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您好 酒店走廊发生火灾 救援人员已经在路上了 请保持冷静 遵守指令 到卫生间去 将毛巾在洗脸盆里浸泡 用几张泡好的毛巾来封堵房门缝隙 其他泡好的毛巾关掉空调 从房间的窗户呼叫人救援 等待消防员到现场救援 当房间发生火灾 应如何应对 倘若房间里发生火灾 使用灭火器灭火 灭火器放置在走廊上 灭火器有红色的标志符号 倘若无法灭火 立刻拨打112 随身携带好您的个人物品 钥匙与房卡 这是紧急线路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您好 我住的酒店房间发生火灾 请从房间里立即撤离 救援人员已经在路上了 请关掉空调 从房间里立刻撤离 务必关闭房门 激活火警按钮 喊叫大火 沿着绿色的指示标志走 请走疏散通道 到前台等待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感谢观看防火教学视频 希望您享受在本酒店下榻的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